都怪我 昨天晚上我就听到风声了 我以为笑打小闹了 谁知道出这么大的事 早知如此我就应该打上一块了 看了卦象我就知道该怎么对付了 命中注定 吴家当早此劫 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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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夫人气急攻心 没有大碍 专告夫人 安心修养 善后有我 好的 赵大人 夫人 赵大人 吴小姐 吴小姐 拜托你好好照顾夫人 赵大人 爹 周杨 你后来 小姐 17 对 我 帮你 帮你 帮我 我 帮你 我 那 你 她 你 没有 我 我 没有 老天爷 总算开眼了 吴家也真是命运多船呀 杜老板 这是上一集的弘历 杜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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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今天我来找你另有要事 请说 明天你去找几个相守的士绅 到巡抚衙门内去请愿 请愿书我都写好了 你到时候亲自腾写一张即可 杜老板 杜老板 此事 能否另找他人 沈老板 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吗 这些职户 杂人机器 毁人财物 确实有点过分 你现在要我把他们尊为义事 我也说不出口 更何况 这机器支部局 也算是立国立民了 我跟你说句实话 这机器支部局到底是 霍国殃民也好 立国立民也好 一点都不重要 对你我来说 贝勒爷才是最重要的 而现在对贝勒爷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把赵白石撵出陕西 杜老板 我一介商人 就不用掺和这事了吧 你以为你只是一介商人 shields 难道不是 沈四海 我说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了 你首先是贝勒爷的人 其次才是商人 又是我 我 我 我什么时候 成贝勒爷的人了 我 我们沈家跟你们 不就是合股的关系吗 你在货部接每个订单的时候 你的货能够在各省 通行无阻的时候 你去卖那些人家 卖不了的货的时候 你可从来没有否认过 你是贝勒爷的人 杜老白 您误会了 这 我的意思是 是 我就好好做我的生意 给贝勒爷多挣点钱 尽我商人的本分 至于那些大人们的争斗 我 我够不着啊 我 好 你要是实在不方便 我另请他而已 杜老白 多谢你体谅 不过沈老板 我给你透个风 贝勒爷这次可是铁了心的 要以机器支部局祸害民意为由 狠狠打压赵拜师 所以他那一档人 最后都会被延办 这 幸亏我提前退股了 是啊 所以当初我劝你着眼大局 也就是这个缘故 对对对 不过我听说 机器支部局被砸的时候 机器支部局被砸的时候 二少爷可是拼了命地 在帮赵拜师啊 没有 小儿一向形势荒唐 但是他绝对不会站在赵拜师那边的 是吗 那我怎么听说二少爷还为此受了伤呢 这 这这这也是荒唐之举 这是误会 都是误会 误会 误会 当年吴卫文背后的靠山 跟贝勒爷也是有点误会 是 杜老板 这 这 这请愿书 我再看看 沈老板 你 您现在又方便了 马爷回来了 大夫 怎么样了 小君 要请吧 好好敬仰吧 谢谢大夫 夫人 您送大夫出去吧 我和新儿还有几句话要说 王大夫 这边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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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去机器制布局做什么 你是在帮那个寡妇呢 还是帮赵白石 我是在帮大家 很多事情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启初 你不是也觉得 见机器制布局是好事吗 如果不是杜明李在中间使唤 我们早就是机器制布局的大孤独 爹 这次制布局被砸 是不是也是杜明李在中间挑唆 你老老实实做点生意不行吗 为什么非要管这些闲事 你知不知道 你在机器制布局的所作所为 差点又惹出祸来了 我做的事情 是所有有良心的人都要做的 我做了 我做了 想受散步 进行 过来 我做了 是 那么 感谢观看